台南市区会理事长林世杰遭近距离枪击后身亡震惊各界 警方弃凶的最新进度 在高雄又找到另外一辆疑似用来逃逸的车辆 而车内似乎也遭泼洒盐酸企图面证 目前研判枪手改骑机车一路难逃 甚至不排除已经偷渡出境 至于犯案动机为何 传出林世杰曾到附近的庙宇 聊起曾受人之托 协助从安平港运一些东西 但当下婉拒 是否因此引来了杀鸡 众说纷纭 做案车辆被烧得焦黑 台南市区会理事长市议员林依庭的父亲林世杰遭枪杀 警方在高雄大树区又查过另一辆疑似用来逃逸的车 而车内似乎也遭扑洒盐酸企图面证 第二辆车确实有掌握 但是目前我们仍然在厘清调查中 气胸深入困境 第一部做案车辆被烧毁 地点距离安平港口只有500公尺 不排除枪手偷渡出境 而如今又找到第二部疑似作案车辆 还有研酸空瓶 也不排除枪手一路往南逃 设下断点 枪手作案规划相当缜密 也可能有共犯 这个歹徒真的是非常缜密 而且很小心 几乎没有破绽 枪手是谁 背后又有谁知识 政商关系复杂的林世杰 曾经卷入议长会选案 以及个人在务 通通被提出来讨论 甚至还传出林世杰拒绝受人之托 林世杰有拜拜习惯 遭枪杀前几天 声音也曝光 有传闻就流出 林世杰生前 曾经到其中一间庙 雨聊起 有人拜托要从安平港运一些东西 但当下拒绝 也被怀疑是党人财路 引来杀鸡 不过认识的人 则是出面驳斥 不认为营退 林世杰会因为利益九个遇害 为了记忆不理清死医 林世杰遗体 九号一早也移到沟重殡仪馆 进行电脑断层扫描 解放也证实 部分子弹还卡在体内 将由法医师进行解剖鉴定 及枪创弹道比对 凶警重弹疑似就是致命伤 如今港口机场加场悬检 毕竟台南当地震伤又走 遭长杀 背后主席是谁 都得尽快抓到 这做不到 这做不到